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在睡懒觉啊 几乎看不见行人也是 也看不到骑自行车在锻炼身体的人 今天我们去一个地方呢 就是叫鱼人码头 这是在北美很多城市靠海边的 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个鱼人码头 就是打鱼的人挺靠船 买他们海鲜的地方 前面就到了 来的比较早 现在才十点多钟 又要到中午的时候 这人很多呀 两边都是很多 卖这些纪念品的商店 大家看上面的牌子 Fisherman's Wolf 就是鱼人码头 我们下去看一看啊 哇 因为很多渔民在这开始卖他们的鱼呀虾呀那些东西 来看这个摊位 这个摊位就是金枪鱼 还有 不同种类的三文鱼 还有虾 这个活虾现在没有 这是我以前拍的斑点虾 每年春天的时候才有 现在的虾呢 就是这种虾 叫北极田虾 都是冻上冷冻好的 但是很便宜 我们今天 买了一 这个一盆呢 就边上这个盆 塑料盆 一盆 才十块钱 很新鲜的 好嘞 现在 换一个地方 沿着海边走一走 这些渔船 这个是一个水上餐厅 每到夏天这个地方 专门是吃螃蟹的 人也很多 但是现在好像没开门 我们只能看一看啊 好 我们继续向前走 这个房子 大家看 上面做了很多小鸟 是什么鸟 把垃圾一看一看啊 都是海鸥 因为是海边城市啊 大量的海鸥 拍的整整齐齐的 再拉近一点 后边这个白色的是一个罐头厂 因为这是 海边嘛 渔民多 他们打上了鱼 就在这 加工 做成罐头 这个罐头厂 平时还是可以 进去参观的 但是现在是 周末 又关了 我在这也拍了一些 照片和视频 今天风平浪静 加上天气比较好 所以拍出来的 照片都很漂亮 走到边上来 继续拍拍这些渔船 哈哈 还有一位自己划着小船在这钓鱼啊 爽 来看看这个 这是一家日本拉面馆 我们以前在这吃过很不错 鱼人码头的地方最早呢是 这个渔民呆的地方是来自 日本的一些 侨民居住的比较多 所以这个地方 日餐馆 比较多 在云人码头好几家日餐馆 都不错 好 我们再 到海边的另一个公园来开车转一转 这些树在春天的时候可漂亮 这都是樱花树啊 我们看看春天什么样 哇 跟冬天真是不一样 一片一片的樱花 到处都是粉红色 好 咱们也断着断着身体啊 哈哈 在大自然中 这块空气非常大 回到家 把买的这些北极天下 我们给它收拾收拾加工一下 然后呢 要撒一点这种season salt 这种调味盐啊 再次请用我们的空气炸锅 把它放进去 它专门有一档就是shrimp 烤虾的 熟了 这个空气炸锅真不错 我天天用现在 我们要先准备一些辅料 先准备两颗小葱 把它分开了以后 然后 切成很脆的葱末 要葱末 再准备一些生姜 也是给它切成很细的那个姜末 把它们放到 准备好的肉馅里 最好用那些瘦肉馅啊 好吃一些 再加一点菩萨籽油 再加一点料酒 通常我还要搁一点花椒粉 最后再来一点蚝油提鲜 然后呢 把手戴上手套 用手来抓 我觉得这个比用 筷子来搅拌 可以把馅 这个抓得更加均匀 切儿准备好以后 我们准备一个长茄子 注意最后长茄子啊 把头尾去掉 然后第1刀切一半 第2刀断开 这样它就成了一个 切架一样的东西了 好 现在我们开始 做啊 打开 然后 把一些馅 夹到茄子中间 让它干净一点 漂亮一点 做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呢 我们来准备一个 碗 打入一个鸡蛋 把鸡蛋搅开 再准备一些面包屑 这个在潮水都可以买到一袋一袋的 现在开始 准备工作 把每一个做好的切盒 蘸一点鸡蛋液 然后呢 再裹上一点 面包屑 摆到这个铐盘里面 好 摆好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 这个空气炸锅里面 中间呢 可以把它拿出来 给切盒 翻一个个 这回时间到了 打开 取出来 有它专用的这种夹子 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很烫的呀 哦 好啦 赶看成品 色香味啊 而且不用 一滴有小时候的感觉 又回来了 好 本期视频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不会错过我的下期更新了 您的关注 订阅和转发 是我创作的独立 谢谢 明年轻人的几千年 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